一名退休在家的监狱警官被人谋杀 凶手竟然是受害者15岁的养女 这起案件的受害人福旺 他的老家是住在广西普北县白石水镇 他从政法学院毕业以后 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监狱做了狱警 身高1米79身材魁梧的福旺和妻子丁岚 结婚多年未能生育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当看到单位同事与自己的孩子共享天伦之乐 48岁的福旺就越来越渴望体验做父亲的那份亲情与荣耀 经过和妻子沟通以后 他决定抱养一个孩子 不久福旺就从医院抱回了一个刚出生的女妻婴 这个妻婴只有三斤二两重 又瘦又小 手脚都皱皱巴巴的就像鸡爪一样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这个女婴还是一个兔唇 当福旺的妻子看到孩子低眼的时候就吓了一跳 继尔和丈夫第一次爆发了家庭战争 赶快把这个丑八怪扔掉 丁兰是满脸怒容的把丈夫往门外推 在丁兰看来 如果要抱养 也应该是抱养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继承福家的香火 眼前这个妖怪一看就不吉利 还要花很多钱为他治病 会让本来经济结局的福家血上加霜 福旺是说什么也不肯把孩子再扔掉 他说我认可戒严戒酒 我也要给孩子整容 为此 妻子就跟他闹翻了脸 并且以分局相逼 但是此时的福旺已经是铁了心 他给孩子取名叫燕群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使这个丑小鸭有朝一日能成为天鹅 在与妻子硝烟弥漫的家庭战火中 福旺是四处的奔波 为气婴办理了抱养 入户等相关手续 紧接着他又拿出了全部的积蓄 并且向亲朋和好友 以及同事们借了一大笔的钱 专程飞到北京 到了一家北京知名的医院 为燕群做了兔唇的缝合手术 这下是倾家荡产的解决了 气婴的面子问题以后 燕群的口粮难题又摆在了福旺的面前 福旺从超市里帮回进口奶粉 但是这个小燕群很挑食 一直是哭闹不止 福旺听说 母乳才是有益于婴儿的健康成长 他就灵机一动 当起了乞丐爸爸 只要是一到了双休日 福旺就抱着小燕群 在市区的各家医院的妇产课穿梭往来 可怜兮兮的祈求那些产妇们赏赐给他女儿一口饭吃 那些产妇们见到一个大老爷们陪着笑脸为婴儿觅食 都不好意思拒绝 于是就把小燕群抱在怀里喂奶 就这样 当小燕群七个月以后 福旺结束了乞讨的生涯 在福旺的精心照料下 小燕群圆圆的脸蛋开始变得红扑扑的 非常的惹人喜爱 在十一个月的时候 小燕群第一次喊出了爸爸 那一声奶生稚气的称呼 让年届五旬的福旺当时是热泪横流 见到丈夫居然把一个残疾气婴 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天使 丁岚终于是接纳了这个家庭的小成员 与福旺重归于好 在此后的几年里 福旺和妻子对小燕群是示弱掌上明珠 精心的呵护 其乐融融 眼看着女儿一天天的快乐成长 福旺有一块心病也越来越不安 原来当地人许多人都知道小燕群的来历 福旺就担心女儿知道自己的背景以后 幼小的心灵难以承受绅士之重 于是就在小燕群五岁的时候 福旺悄悄悄的把女儿送到老家妥善安置 为女儿的健康成长创造一片晴空 他每个月都请假回家乡探望孩子 并且带许多的玩具和浓浓的亲情关怀 把小燕群打扮成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小公主 在亲情的滋润下 小燕群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学习非常的用功 年年的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2005年的夏天 已经退休的福旺 再次的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诧的决定 他把养老金提前的领取 在家乡为养女建造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 把剩下的钱为小燕群又办理了几份教育保险 不仅如此 为了给女儿更多的贴心关爱 福旺舍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 回到了家乡农村给女儿当起了专职保姆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但是福旺做梦也想不到 女儿一夜之间就和自己成为了水火不容的仇敌 2005年的秋天 14岁的福燕群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浦北县白石水镇中学 福旺望望着已经是出落的亭亭玉立的女儿 心中是有说不出的喜悦 就在开学的前一天 他还特意的到县城集贸市场买回来不少海鲜 亲自的下厨慰劳女儿 为了挣钱供养女儿读书 福旺58岁的妻子丁兰远赴广东东莞市打工 成为了当地年龄最大的打工妹 福旺与女儿的裂痕 源于一次偷窥 自从小燕群读初一以后 他发现女儿变得爱穿着 爱打扮起来 常常的关起门来照镜子 而且打电话的时候都是神秘兮兮的 根据他憧憬多年的经验 福旺就判定女儿已经有了情况 为此他就趁着女儿上学的机会 在女儿卧室里翻箱倒柜的搜寻蛛丝马迹 果然发现了一本精致的日记本 福旺读着一页页青涩的文字 福旺隐隐约约就感觉到燕群已经是坠入早恋 为了寻找佐证 福旺没有打草惊蛇 而是悄悄的到学校查阅了女儿的成绩单 他发现燕群的成绩在全班的排名已经是在中下等 燕群发现了自己卧室被翻动以后 对父亲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爸你凭什么偷看我的日记 然后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 此后燕群是一连几天都不打理他的父亲 福旺把气压在心底里也没有发作 他不露声色是因为 期望能捉到人症以后再对女儿进行惩罚 2005年寒假的一天晚上 福旺假装身体不舒服 早早的就上床休息 不知事迹的燕群轻描淡抹 还往身上喷洒了几滴玫瑰形的香水 就捏手捏脚的溜出了门外 当他赶到约会地点 正和初恋男友二毛亲热的时候 随着一声断贺 福旺是从平而降 二毛一见这架势 扑通的就跪在了福旺的面前 开始磕头求饶 大爷求求你老人家放过我吧 我爸我妈要知道以后肯定会打死我的 这个时候燕群见识不妙 拔腿就跑 当天晚上 福旺对女儿第一次动用了特别假发 不打也不骂 而是把柴房腾空了 设立了一个家庭的临时牢房 对燕群关72小时的禁闭 让他面壁思过 在三天的时间里 福旺一日三餐 通过牢房的窗户送进饭菜 一言不发 燕群这下可受不了了 他就用力的拍打着窗户说 爸爸你要打要骂你随便 求求你别把我当成犯人行不行 燕群被放出来以后 顿时就傻了眼了 只见那个初恋男友小二毛 已经是皮开肉绽 在他父母的压解之下 来到福家 一边向福旺赔礼道歉 一边宣布和燕群 断绝早恋的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 已经积攒了一些钱的福旺妻子丁兰 从广东湛江市回家探亲 可是却见不到了丈夫的踪影 当他问起女儿的时候 小燕群说 爸爸春节以后 回到原单位跟旧同事玩去了 当时丁兰是信以为真 可是就在3月31日下午 丁兰从猪舍里挑农家肥的时候 竟然从粪坑里刨出了一具 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 经过公安机关DNA鉴定 这具尸体正是63岁的退休预警 福旺 死亡的时间 已经是在一个多月前了 专案组经过抽丝剥茧 很快的就将犯罪嫌疑人 锁定为福旺的 还未满16岁的养女 福燕群 因为在案发前的3月10日 福燕群也是神秘的失踪了 通过了特殊的侦查手段 专案组发现 福燕群此时正在广东佛山市 张楼镇的一家玻璃厂打工的 当浦北县官局刑警大队 三名警官出现在燕群的面前的时候 他没有一丝的慌张 而是嘻嘻哈哈的用家乡话 和民警拉着家厂 前来的警官突然是话锋一转 问你养父被人杀害了 你为什么不回家来奔赃 没想到 这个时候小燕群经文恶后 却呼天抢地的呼喊着 天呐 想不到我那个表叔 竟然是个禽兽 爸爸你死的好冤呐 小燕群告诉民警说 表叔那天向我爸爸借钱 因为借不到钱 而向我爸爸行凶 表叔还威胁恐吓我 不准乱说 为了躲避表叔的加害 他才跑到了佛山来打工 案情陡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令办案民警是始料不及 于是专案组立即的布置 缉拿表叔 然而经过调查 表叔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 燕群瞎编的故事是不攻自破 经过了一番斗志的较量 燕群的心理防线终于失守 一五一十的招供了他作案的动机 原来 福旺对养女三番五次的关禁闭 不仅让燕群产生了负于顽抗的逆反心理 和仇恨的情节 也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为了摆脱禁闭 小燕群学会了忽悠他的养父 他把福旺是哄得团团的转 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 2007年2月9日的上午 福燕群所在的学校班主任 打电话来告诉福旺说 你女儿已经旷课多日 如果再不来上学 学校将要把她开除了 听完老师的一番话 就犹如是晴天霹地 福旺是目瞪口呆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知道女儿已经辍学 半个月夜不归许 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男青年 混在了一起 并且学会了抽烟喝酒 此前燕群还偷了养父的2000元钱 悄悄的到诊所剁过胎 福旺把燕群从街上找回家以后 第一次对养女进行了棍棒伺候 从屋里一直追打到楼顶 他还不解恨 又用铁钉钉钉死了房门 重新启用禁闭室 为了让自甘堕落的女儿 彻底的脱胎换骨 重返校园 福旺又想出了一个奇招 他把监狱管教罪犯的监规条文 修改成了家规门缝52条 勒令养女要一字不漏的给背下来 此时的小燕群对养父已经是彻底的绝望 自知禁闭将会无休无止 为了换取自由身 小燕群就动了杀机 早在辍学之前 小燕群就对一名要好的同学 谈落过心计 他说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一旦养父再实时禁闭 他将英勇起义 在对养父下手之际 小燕群突然就心软了 他曾经试探性的和养父谈判 说爸女儿不争气 让您失望 我对不起您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念书了 我想出去打工挣钱 再苦再累 我也愿意 哪怕